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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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到一副号牌 敢于出手 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盛 欧盛 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一副好牌 要敢赌才能赢啊 想体会欧盛的胜利刺猬吗 想知道Warren王下了赌桌 还是赚的秘诀吗 答案就是齐全 5000名会员口碑响应 中文投资网最新推出齐全101 想投入比股票少的本金 赚的比股票多 您要知道技巧 懂得控制风险 中文投资网首席分析师Warren王 技术分析第一把交椅Jay 10月3号开始 周一到中午天天石盘交易给你看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周四盘后 由我为大家主持的 收盘美股直播的这个节目 我是美国中文投资网的美股技术分析师 这个 那么今天的盘 今天的盘势啊可以说是 近期的盘势吧 本周的盘势呢应该是一个震荡 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因为呢这个明天呢 我们会迎来这个 10月份啊 这个费能数据的一个 一个发布吧 那么可以说呢整个这个市场来讲 对于费能数据的这个 发布前的一个表现啊 还是比较谨慎的 无论多空多方还是空方的话呢 短线上均是没有太多的这个 这个建树 那么从整个这个周一到周四的 这个盘盘这个盘势啊 过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盘盘势啊 还是这个多方处于空盘的 那么操作上的话呢 仍然是逢低继续的介入 为我们继续向上的提供了一个 操作的一个机会吧 那么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就今天的这个尾盘的节奏 还是不错的 我们看到各指数呢 呃向上的进行一个 呃一个有力的一个 呃推动吧 那么整体上来讲 可以透露出这个投资者 对于明天费能数据呢 还是持有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 那么对于明天找盘 我们洛杉矶时间早上五点半呢 这个费能数据呢 就要发布了 那么对于整个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费能数据呢 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呢 呃呃应该不会有出现太大的一个影响了 啊方向性的话呢 仍然是向上 缝低仍然是可以继续的继续的介入的 啊然后呢 我们就贯注看看这个纳斯达克指数 能不能啊 啊率领这个标普和道指呢 继续的往上去推动 那么纳斯达克指数呢 距离这个高点啊 只有这个一步之遥了 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呃 数据的好与坏 可以决定这个纳 纳斯达克指数呢 到底能不能冲上去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呢 纳斯在目前的这个高位上 已经横向整理了近两周的一个时间了 我觉得这个整理的这个呃 时间啊和这个 我觉得还是还是不错的啊 两周呢进行了一个一个调整 那么我们都知道哈 呃这个酒盘呢 在多头行情当中呢 酒盘啊应该是之后应该是可以涨的 因为呢他可以做一个短期的一个一个一个base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呢 我们还是关注这个生物科技板块和这个原油啊 尤其是这个原油这个行情呢 我们可以看到 呃很两个月前 我就一直这个创作的原油 那么现在原油呢 已经回到了50元的上方了 呃那么我们也隐隐约约的听到了这个市场当中呢 对原油的目标价 呃是往60块钱去看的啊 这也是我之前的一个 呃最开始所设立的一个目标点位吧 呃但距离我们盘中 我们所操作的一些个股啊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不要去再提了 那么感兴趣的投资者呢 可以不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18009588561 或者是访问我们中文投资网 呃网站来关注啊 这个我们老师呢 到底是操作了哪些这个股票 一些原油类股 呃一些这个原油的这些ETF啊 都是我们这个继续看涨继续持有的一些 呃一些一些一些仓位吧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也希望我们这个中文投资网的这个呃 嗯 会员能在这一个 这一轮这个原油的行情当中呢 呃有所这个展获 那么同时呢在近期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黄金价格呢 向下的一个调整 整体上来讲的话呢 呃盘中我们也是看到了大家呢 一些这个不愉快啊 因为那这个股价呢出现了一个调整 嗯 但是我觉得调整 呃越往下的话呢 呃这个调整空间呢 越是有限了 那么明天的话呢 说不定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拐点 所以说呢我们继续的贯注 黄金黄金类股的一些 这个ETF的一个走势吧 那从个股来讲的话呢 那我也在今天的盘中跟我们的学员呢 也总结了三张黄金相关的一支三三支股票啊 都出现了脚都出现了一个40%的以上的 一个调整的幅度都比较大 所以说短线上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呃对于该板块来讲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看超级反弹的一个一个行情 或者是一个介入了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呃我们这个跟大家呢 再讲一下哈 我们中文投资网现在呢推出了这个期权101的 呃这个VIP 呃那么我也会在这个这个VIP当中呢 进行一个喊单 那么希望大家呢 呃能踊跃的啊 来这个观摩啊 啊感谢大家的这个收看啊 祝大家呢投资愉快